明氏家具因为样式和产地不同 可以分为哪些样式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请答题 一道多选题就有错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但是像苏式和广式 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当人不让 肯定会选择 明氏估计他们还不太会确定 会不会是明氏 对的 这道题目确实是很没有把握 太不熟悉了 时间到 这道题答得没把握的举手 哇 六位都没有把握吗 为什么 志刚你怎么想的 我知道的有苏式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在我记忆里好像是有 金氏广式这个词 但是我从来好像没有听说过 米氏所以我选了A B B 韦彤 这道题我确实我唯一不确定的 就是到底有没有米氏加剧 所以你选了 我还是把C选上了 四个选项我都选了 A B C D 是的 这道题目主舞台的六位选手都直言 没有把握 不确定 但是有四位回答正确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B D 我作为一个福建人在这儿啊 我觉得那有点遗憾 其实在这名式家具按照产地来分不同啊 其实是应该有福建这块的 不过它不能叫敏式 而应该叫仙式 因为在福建的莆田仙游这个地方 当时做家具也是特别有名的 讲究的是结构严谨 所以如果这个选项应该要选进去的话呢 应该把它改了 不能叫敏式 而叫是仙式 之前说到了苏式广式京式确实是都有 因为是根据不同地方 它的风格不一样 像苏式大家非常了解了 是线条非常简单和流畅 而广式呢 是因为当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多 所以它的文式呢 多维是西方的元素 像京式呢 它的装饰文样上是多古青铜的文样 对吗 高老师 是的 我们说家具里面啊 特别到了明代清代啊 明中叶以后 我们这个家具 特别是这个明式家具就发展起来了 那到了清代以后呢 我们大家又知道清代 我们雍正皇帝也好 乾隆皇帝也好 他喜欢这种清式的家具 比较繁荣啊 体量比较大呀 比较厚重啊 这种风格 但是明式家具不是 我们说明式家具 大家都知道 刚才几位选手也都说了 他是选材 比较讲究的 造型呢 也比较精美的 他的风格呢 也比较流畅的啊 做明式成为一个 我们现在人都很追宠的 这样的一种家具 刚才有位选手答 他答了苏式 广式 实际上是代表了 明式家具里面最典型的款式 苏式更有名 一般我们说 真正正宗的明式家具里面 一般都说叫苏州明式家具 简称苏式 这点没有问题 比较难答的是京式 京式实际上 在这个里面可能容易引起一定的混淆 但是很高兴 我看到很多选手 至少四位选手都答对